公灵和达本 指导灵可以来自无数的空间 因此它们的数量无可计数 你可能发现将它们用以下方式区分还蛮实际有用的 曾经转世为人 在地球生活过至少一世 从未在地球生活并来自银河和星系之外的次元 例如第四次元 大师如圣哲明 天使如米加勒 拉斐尔和守护天使 以及来自其他银河和行星的外星实体 还有一些无法被这种分类区分的指导灵 我 欧灵 在年代久远之前曾在地球上有过一次生命 因此 对于物质存在的理解比较好 很久以前我便计划成光和精神体 我没有肉体 达本也是光之灵 未曾在地球上生活过 一 你的指导灵选择你一起工作 是因为你们有类似的目标和目的 并非来自更高世界的存在体都选择成为指导灵 就像你们不一定选择成为灵媒一样 在其他十项空间的工作就像地球上的工作种类一样多元 指导灵是某些擅长从他们的空间传送量给你的存有 从我们的空间接触你们的十项需要花费极大的能量 我们通常出于对人类纯然的爱和奉献这么做 好传送更高的梦想给你 当你到达更高的世界 无私的利他服务是快速进化的道路 我们选择你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一致 而且因为我们爱你 当我们对你说话的时候 其他的同伴会帮忙强化我们的能量 因为要从我们如此精细的质的接触你 需要相当凝聚的焦点和强度 我们的振动频率非常扩展和广大 要将它窄化到你的心思意念能接收的范围 需要很多练习 技巧和专注 我们调整我们的知觉过程去适应你们不同的概念和理解 为了与你连接 我们需要能在非常精微与精细的层次上 调整我们的能量和电磁场 而这种能力的精烈程度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如果你研究型上学 你会听到有关起因界的说法 起因界是非常高危精细的振动次元 你唯有在此生结束之后 你的许多能量和谐并进化到更高的状态时 能够停留在这个空间 大多数灵魂在离世之后会来到星光界 因为它们尚未进化到足以存在于起因界 很多高层的指导灵来自起因界或更高的空间 来自称为多重次元的实相 要生活在这些其他次元 要求的是超越二元即性的成熟度 对于情绪和意念进阶的掌控能力 以及运作能量的技巧 有些指导灵士曾经生活在地球 快速进化 经练那些功课 现在居住在起因界的纯粹精神体 透过服务人类而再度进化 其他的指导灵则来自多重次元的实相 在他们自己的体系中已经是极度高超的存有 你们有些人也许会选择与你的大我通灵 你的大我能给你爱 慈悲 灵性的指引和睿智的建议 你的指导灵和大我都在这里帮助你成长 提升你到更高的境地 并帮助你活出更高的目的 指导灵可以在你的内在眼睛显现特定的国籍 穿着适当的衣服 我 欧灵 在刹那亚通灵时会坐在他身旁 看起来像是一团在闪耀的光 他觉得我大约有两米高 每当他想看清我的脸 就只会看到一团绵光 我通常会穿着像是古代修士所著的长袍出现 有些人说他们的指导灵是颜色 有些人说指导灵是声音 有些人感觉指导灵的是心的打开 当你习惯在更高震动空间的看 你也许会清晰的看见你的指导灵 有些人描绘的指导灵是他们熟悉的人物 像是耶稣基督 佛陀或天使 对他们显现无比的爱与智慧 指导灵也许会以每周的印第安人 中国的圣人 印度的大师 或是伟大的大师 例如圣哲宁等形象出现 虽然在纯粹能量的世界并无二人的即兴 指导灵可能会以男性或女性的形象出现 然而他们并非真的是男性或女性 指导灵会选择最能符合他要在此地完成的事或最与你相关的身份出现 如果在工作上他们想体现的特质是整软和滋养 他们也许会以女性的形象出现 想显示男性特质的指导灵会以男性的形象出现 有些指导灵会采用他在地球生活的那一世的形象出现 并用他的名字称呼自己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指导灵的身份 所以对他他想对你显示的形象开放吧 有些指导灵非常知性 想启发新的科学 逻辑或数学想法 或创造新的思想体系 有些其他次元的存在体系来自超越一切形式的本质世界 他们非常适合那些想要直接运作能量或体验能量本质 而不在意形式 细节或特定生活和工作的人来通灵 如果你期望这些指导灵给你特定的建议 像是住在哪里或选择做什么生意 你恐怕会失望 然而 如果你想透过接触或身体工作运作能量 他们可能会帮助你创造惊人的效果 如果你想探究实相的本质 他们可能会给你长篇大论的解释 即使在最高的层次 指导灵也和你们一样 各有不同的天赋和专精的领域 有些指导灵可能非常精于提供具体建议 解决问题 并帮助你应付日常生活 有些指导灵则非常擅长 给予启发性的谈话和提供信息 或阐述灵性的真理 如果你问的问题主题 并非你的指导灵的专长 他们也会设法为你找到信息 例如你的指导灵可能擅长传达灵性信息 而缺乏科学方面的信息 如果你需要某种事物的科学信息 并且取得它对你而言很重要 那么你的指导灵会为你找到这个信息 也许把有这些知识的书或人送给你 或者由别的指导灵来给你答案 别认为一旦你开始通灵你无所不能 指导灵减选你是因为你的目标和他们想为地球带来的是一致 所以很可能的情况是你人生中想做的事或已经在做的事会在指导灵的帮助下持续开展 如果有你或你的指导灵知识散为以外的事情也无妨 二有一些指导灵称为光之灵因为他们运用光并以光为语言 很多高层次指导灵是几乎纯粹的能量 他们已经计划成精神体并且散发光芒 有一些被称为光之灵 因为他们在光的世界里运作 以光为语言 直接传送思想波给他们观照的人的灵魂 我们 欧灵和达本 世光之灵 能够遨游在第四 第五 以及更高的次元 我们的进化超越了起因界 我们来自你称为多重次元的实相 只要你呼吸我们或你的指导灵 我们就会提供协助 我们希望帮助你从我们的世界连结 你自己的指导灵 或是有相当高的智慧和光的指导灵 以帮助你进化并达到更高的意识 指导灵可能来自的地方真谛难以计数 因此比较有用的不是担心指导灵的来处 而是分辨哪些是帮助你的指导灵 哪些不是 有着各种层次修为的灵魂可能存在于各个次元 存在体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次元和实相 处于它们个别进化的不同阶段 对你而言比较重要的是分辨你连结了什么指导灵 伟大的老师存在于实相的每个次元 我们最在意的是你的指导灵有足够的能力 并能够承诺帮助你的灵性成长 三高层次的指导灵是带给你指引 明晰和方向的源头人们经常问我们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吸引的是高层次的指导灵 我们认为你们全都有能力分辨并非来自高处的指导灵 当你和人们碰面 你对他们的智慧和爱心会有利极的感受 你知道你在他们身边感觉舒服和快乐还是挫折不悦 你可以把对人的判断机制运用在指导灵身上 你有分辨智慧的敏锐度 真理和你对真理的感受一样 高层次的指导灵来照亮你的道徒 他们唯一的愿望是为你带来更高的益处 他们为了帮助你一起你是谁 放掉恐惧 学会爱自己和别人而在这里出现 他们来增加你的喜悦 帮助你的个人成长以及在地球的工作 高层次的指导灵从不恐吓 你也不会助长你的想我人格 他们不谄媚 但会赞美你的进步 他们会建立你对于扩展的知觉和更大的内视能力的感受 他们鼓励你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分辨能力 而非盲目的遵从他们的话 他们绝不告诉你 应该做什么或意图 为你的生活直接决定一个结果 他们支持和鼓励你发展 并运用你的内在力量和深层智慧 他们会激发你不将力量交给他们 高层次的指导灵往往非常谦虚 指导他们的真理并非唯一的真理 他们也许会做强烈的建议并帮助你做自己的选择 高层次的指导灵也许会点出你的人生运作不良之处 但是他们告诉你的方式会让你感觉自己是被支持而且有力量的 高层次指导灵很少预测未来的世界 如果他们这么做 是因为那些信息对你的成长或对全体人类有益 如果别人的指导灵给你的讯息百化 你或让你对自己感觉不好 你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他为你的真理 如果在你接受一个通灵思伤后 你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恐惧 那么你碰见的并非高层次的指导灵 因为他们会留给你备受提振与支持的感觉 支持你之为你 他们会帮助你用新的和扩展的方式看自己 注意如果你选择负面而非正面的聆听它 你也有可能会把一个提振你的讯息变成不喜悦的讯息 四、高层次的指导灵最关切 这是你的更高目的 高层次的指导灵会精确地表达意思 以最少的言语道出最多的含义 他们教导宽容 鼓励宽恕 他们的建议很实际 常常很简单 谦和 绝不自夸 让你有好的感觉 他们建议的任何步骤 都是有意的并为资商者的生活带来更大的益处 高层次的指导灵只会谈论人或事物美好的地方 因为他们全部的本质里只充满了爱和美好 如果你要求 他们会让你看见你的课题 对你说明你在这里要学习的是什么 然而允许你停留在某个情境中 如果你这么选择 他们会小心翼翼地不取走你的功课 如果你正面临一堂极具价值但颇为困难的功课 他们可能会指点你用更喜悦的方式学习相同的东西 然而如果你坚持人先的方式 他们也不会阻止你 是否选择喜悦的决定权在你 如果痛苦和挣扎可以让你得到最佳的学习 高层次的指导灵将不会取走他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